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不对啊 怎么了 周科长 这一点明火都没有 烟都见不着 这是想生攻击西啊 这样 你去找杭真科的深科长 查看一下具体的火炎 然后回门者楼给我汇报 去 李姐 来 帮我把他扶到那边坐 来 小心点啊 来 张嘴 怎么样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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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咱们 好 我了 怎么样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萧正国食物中毒了 他食物中毒 早不中毒 晚不中毒 偏偏线也中毒 我告诉你们啊 活剂有问题 就是冲着药来的 还不赶紧看看药 快看看药 没手 都在 小婉 带上药 我现在就送你去 偷护病房 对了 李姐 帮我照顾萧正国 小白来了之后 带她去观察室 快快快快 快去快去 那边就让你拿 对 来呀 竹会长 怎么样了 有人把烟头人杀部堆里了 帽点烟 没鸣火 关注费数马上就到了 行 知道了 好点了吗 有个情况 我必须马上向你汇报 你送来的潘尼西林被换了 别慌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通知周海潮 药被换的 我去找电话 你要去哪儿找 你小心点啊 根据之前的计划 现在这个时间点 毒药应该已经换入到了 飞行员的治疗药物中 荒木先生 对于这次的计划 我仍然有一丝疑问 说 我们之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培养陈山成为肖政国 不就是为了让他能够 更好地寻找兵工厂分布图吗 这难道 不比刺杀那些飞行员更重要吗 可要是让他参加这次的任务 要是他的身份败露了 对我们来说 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中国人相信命运 认为事情的成败 有一半是靠运气 我不相信命运 世间所有的机缘巧合 只是因为你没有算到 所以没有运气 只有算计 这好戏 才刚刚开始 小婉 赶紧给上院用药 以免夜长梦多 我是医生 什么时候用药 用不着你指点我 小婉 这是公务 别是星子行吗 外边等着 别影响我治疗病人 小婉 好 好 喂 您好 这里是特护病房 好 周科长 电话 我的电话 谁找我 不清楚 他们说找军统的负责人 喂 我是周海潮 有日本特务混进了医院 想要暗杀着飞行员 已经把毒药混进了 潘尼西林里头 你是谁 喂 喂 喂 住手 属下接到一个告密电话 所有日本特务企图暗杀飞行员 已将毒药混入特供飞行员使用的 盘尼西林真药中 事发突然 我来不及汇报 请处坐责罚 事发突然 周科长 能及时制止药品注射 处理得很好吗 我已将盘尼西林真剂拿去化验 化验结果显示 其中混有剧毒 情化氢 人体注射之后 会立即导致死亡 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查了吗 电话是从院长办公室打出来的 打电话者是一名男性 但是已经证实了 院长并不在办公室内 具体是谁还在追查之中 如果投毒的是日丁 那么告密的 又是哪方面的人呢 延安那边呢 如果真是姓贡的 可至少在飞行员这件事情上 他们跟我们的立场 应该是一致的 其实昨晚火灾之后 日本间谍 已经险山露水了 樱花手帕的出现 还有住院部的夹火井 还有多人食物中毒 所导致的门诊部的混乱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都想掩盖一件事情 换药 那么换药的人 有限索了吗 已经查明 药舱里出库的两核 三零八二六 而批号不符的这一核 含有剧毒成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从仓库里 把药瓶领出来 到给飞行员注射之前的 这段时间里 有一盒药 被人调换了 是的 在此期间 有哪些人接触过这些药瓶 一共有两人 一人是我科室张黎 另一人是飞行员特护医生 余小婉 立刻将二人收押省讯 是 是 官处 我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非处 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日碟处心极虑地 搞了这么一大堆动静 我只怕他们还有后手 就算换药这事没有败露 以轻化轻的毒性 一旦注射 就会瞬间死亡 从时间差的角度来说 不可能再有机会 给第二个人注射 也就是说 不可能利用切化轻 杀死所有的飞行员 你是说 他们还有下一步 张黎和余小婉是有嫌疑 但眼下的重点 恐怕还是应该 先提防他们的后手 非处 非处 您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只要我们把患药之人揪出来 那么我们就找到了突破口 官处 我提议现在立刻审讯张黎 因为他患药的嫌疑非常大 医生余小婉 他接触飞行员的机会很多 万一他也是日蝶 那才是后患无穷 明白 来 小婉长 谁啊 小婉长 你又怎么了 我们食物中毒嘛 哪那么容易好啊 病没好看医生去啊 大头 低一点儿 我呢也不想为难你 我们的这些手段你比我还清楚 直白一点儿 受谁的指使暗杀飞行员 还有同党是谁 周副科长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凶手 请你抛开对我的成见 彻底彻查凶手有可能留下的线索 都为党国服务 我对你没有任何成见 但是如果你给日本人做事情 就别看我找你麻烦了 你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那节约时间的办法 是指刑讯逼宫 如果事实真的这么明显 是我跟小婉调换的药 你未免也太小看敌人了吧 为什么药刚送到病房 医院病房就发生了假火灾 来 为了引开我 包括肖科长在内 一共有五个人 因为喝了医院问询处的开水而中毒 这很明显是有人故意投毒吧 你接着说 目的就是为了把小婉 从药品旁边引开 药品唯一可能被调包的时间 就是我跟小婉 在他办公室门口抢救肖科长的时候 这么说来 你可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证据呢 指纹就是证据 如果你可以查验到药品上 有谁的指纹 就可以还我跟小婉清白 我们科的杜秋萍 就从见证科调过来的 他也在医院里 你找他查验一下指纹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去把杜秋萍找来 让他验一下药品和药核上的指纹 是 走 科长 这是两盒真药上提出的结果 无毒的一盒 也就是批号与仓库出货 进入一支的一盒上 指纹较多 另一盒有毒的药核上 只提取了一组指纹 你确定这个是有毒的 属下确认 当时为了防止搞错 不过还把这药上的批号 一并抄在了上面 这个指纹很奇怪 这指纹像是被烫伤之后 留下的痕迹 像个颈子 我想起来了 这就是乔宇的指纹 他的手指被烫伤过 伤痕就是这么个颈子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记得有一次 阿光给他看首相的时候 我亲眼见过 乔哥 您手上还有字呢 不小心烫了 抓捕乔鱼 是 走 祝贺啊 舅副科长 张立 你现在还没有洗脱嫌疑 万一你戴着手套做案 没错 但是完全接触不到药品的乔宇 为什么会在上面留下指纹呢 这才是重点 我会查清楚的 你看 他们又开始行动了 你留在这儿 其他人跟我走 把他靠下来 是啊 再次会多了 您怎么办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用酒精擦额头 别停 可是药还拿不回来 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周科长 让你带人你不带人 你组织干什么 这飞行员都说 余医生不会是奸细 拦着不让我带人 我也没法子 这儿有没有异常 没有啊 有没有凌练 没有 这电路是专线 让他进来吧 哈喽 周海诚 你这是亲自来审我了是吧 小婉 你这什么话呀 刚好你在 走个程序 行啊 审我是吧 有什么要问的 在这儿问吧 不用问 我知道不是你 查出来了 是乔余 那你还来这儿干吗 上面停电了 我担心你这儿出状况 我这儿最大的状况 就是缺医少药 飞行员的状况随时会恶化 所以指纹已经查到了 是乔余 我就知道你懂 你什么时候知道乔余是内奸的 也不早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 她就是殷花 我知道你中毒 是为了掩护她换药 我必须配合她换药 我不能让荒木卫知道 我明着反抗她的命令 但是我们已经阻止 余小婉给飞行员用药 我有种预感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哪里奇怪 但是我想不出 到底是哪儿怪的 你口中的荒木卫 是个狡诈都一步步为营的人 现在就为了一个 简单的毒杀计划 就不惜暴露我 这不像她的刑事作风 她一定还有下一步计划 不是说一盒有毒 一盒无毒吗 那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啊 那还不赶紧确认 我这儿等着用药呢 余医生 正在 余医生 余医生 快点 借客出来撤手里 有毒烟 有毒烟 撤 撤 快点 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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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里面还有人吗 马上撤离大楼 楼里还有人吗 这 这什么情况 飞行员有可能还在楼里 他们不会被困在地下使了吧 这楼里全是毒气 我明白了 毒气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飞行员赶出来 快 快 快 把舵给我走 快 快 给我走 快点 走走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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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后面跟上 快 都跟我来 小短 你不要去了 跟我走 我是主治医生 病人病情随时恶化 我必须在身边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医生 这伤口在流血 那些止血啊 我没事 救人重要 医生 昨天晚上他就一言没合言 今天又收到了金克家 现在 现在这伤口又流血了 快救人 不许去 这是命令 必须去 这是侄子 整个安保计划的最后一个备案 就是让飞行员进入 由医院采取站改建而成的安全屋 那安全屋里 肯定还有毒气核扎弹 你马上去地下室通知周海潮 是 一定小心 周海潮也许已经带人赶往安全屋了 我现在就赶过去阻止他们 你拿着这个 用得上 那你呢 现在去安全屋排雷已经来不及了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找到乔雨 敲开她的嘴 我用不着这个 多加小心 那后面是个防空洞 防空洞 那后面有个山体 原本想着做防空洞来着 可是挖了没几天 就有山水漏下来 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总之就是不挖了 好的 保住 在沙特上 我在沙特上 团 是 来得正好 我呢 给你也预备了一份 吃饱了肚子好干活 连吃的都帮我准备好了 就不能先告诉我这地方 害我找半天 用点 你有几斤几两 我是知道的 你要是连这个地方都没想到的话 你就是只猫 有九条命 也活不到现在了 你还有其他隐秀没告诉我吧 昨天晚上差点把余小本烧死那把火 是不是你罚了 本来呢 我是不想打扫惊蛇 怪呢 就怪你那个老婆 太多事了 那女人一旦多起事 就没有好事情 你想多了 她什么都没看见 我这也是 小心使得晚天船嘛 不计你要是我的话 也会这么做吧 毒气态是你放的 说起这事来 我还得谢谢你了 谢我干什么 要不是你把冯大葵 从军统的大牢里救出来 我也没有机会 拿到那颗毒气弹 所以那天在书店 她就是用这颗毒气弹 换到的船飘和美金 这事就怪她自己 太大意了 让人给抓着 要不然的话 今天在这儿 配合我完成这项任务的 就该是冯大葵了 就是因为她死了 这任务才登到我的 兄弟 这枪 就在咱老大手里 用哪颗子弹 咱们老大说了算 这颗要是不行 就换另外一颗 哪颗子弹都能杀人 咱们呢 就是这做子弹的命 但是毒气弹只能确保他们从屋里出来 想要弄死他们 你肯定还有后照吧 聪明人 一点就通 只要周海潮 他们把那些飞行员 从那个病房里带出来 就一定会去往安全屋 到了安全屋 我就用炸弹来伺候他们了 安全屋二十四个小时 都有人把守巡逻 你怎么把炸弹放进去的 这个呀 你就不用知道了 反正 还有八分钟 那个安全屋啊 就是周海潮的噩梦了 那小子 在处理的时候 没少针对你 是不是也算 我替你报了个仇啊 可是你怎么能确定 他们一定在这个时间点 走进安全屋呢 就别操那个心了 只要他们进了安全屋 安全屋一炸 任务完成了 那要是人没进去先炸了呢 那你离宫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什么测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暴露的 现在 整个军统的人 都在找我 不过 那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这事一完 我就有资本 去上公馆 找小日向白狼报到 而你立功的机会就是 你要保证 他们如果没在安全屋 被炸死的话 你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你在这儿也装了炸弹 要不 我昨天点那把火 为什么呢 对啊 你要记得 你把那些飞行员 带进这个防空洞的时候 你一定要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一进这个防空洞 右手边的墙壁上 就有引线 拉了引线以后 二十秒之内 你必须要保证 你逃出这个防空洞 明白了 故意给我拖延时间 周海潮 行了 你要不相信 有本事 你进去查看 秋阳 你们两个 进去给我查看 可以 只是 好 好 我 好 我 正丽 没事吧 没事 航空旁边还有一个防护组 大家跟我走 快走 快走 没事吧 赶紧的关注汇报 去 快点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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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快点 快 快进去 快点 洞里空间不够 其他人外边守着 中科长 你带他们外边守着 快 快点 快 快 快点 快 快 三拍 爬下 出去两个人给我看着 去呀 去啊 不急动 兄弟 我也是二处的啊 咱别闹误会 证件 证件就在我上衣口袋里 来 上衣口袋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长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对爆炸现场进去搜救 是 已经通知医院了 搜救伤者 另外 还需要安排人手 加强医院的安全部防 明白 这下好了 戴老板一定会把我们整个第二处 给飞行员陪葬 把张力给我抓 是 什么 飞行员进入防空洞之后爆炸了 那还有活着的吗 现在还不知道 洞口渣塌了 外边正挖着呢 萧正国被埋防空洞的消息 要暂时保密 绝对不能让萧婉知道 是 萧正国也在现场 不行 我得去现场看看 我也去 干爹 我是飞行员的主治医生 我得去现场 你的主治医生职务 我现在就得给你撤了 你的任务 就是在这里跟我好好休息 干爹 你先出去一下 是 小白 这个事啊 你千万别跟于太夫说 别添乱知道吗 我不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干爹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爆炸了呢 是不是日本人干的 这次当过的跟头 真是再大了 那 我能知道伤亡情况吗 具体伤亡情况还不清楚 那 萧正国跟李姐呢 行刑的日蝶在逃 我已经派萧正国去抓捕了 张礼恐怕是有麻烦了 李姐怎么了 放火 偷毒 爆炸 日抠的行动是缓缓紧扣 步步紧逼 你之前不是夸口说 医院的安保万无一时吗 现在呢 真是漏洞百出 属下一定会尽一切努力 往回局面 说说吧 现在都什么情况 现场正在清理 还没有发现飞行员和萧正国的尸体 其他的呢 是 关注 张礼送药 萧正国把飞行员引入防空洞 这两个人和整件事情 绝对脱不了关系 萧正国不是已经和飞行员一起炸了吗 进来 怎么回事啊 在防空洞 爆炸之前 我在爆炸现场附近 发现一个心机可疑的人 我上前查问时 和他打了起来 畜作 据他描述的体貌特征 这个人应该是乔渝 知道了 你们去真房科做一份详细的笔录 做完了拿给我看 出去吧 是 一群废物 属下立刻加派人手 抓捕乔渝 人家在医院的时候 你都没能抓到他 现在他都逃之夭夭了 你上哪儿抓捡 喂 许总 我是关永山 飞行员的下落一旦落实 我会尽快向您汇报 属下绝不敢懈怠 必定全力以赴 是 是 是 不惜一切代价 把凶手找出来 我 在 我当时 亲眼看见陈山带着那些飞行员 进入了那个防空洞 并且确定 炸弹爆炸以后我才离开 那也就是说 你看见他进了防空洞 炸弹爆炸了 你并没有看到他出来是吗 当时那儿的情况 比较复杂 并且军统的人 你只要回答我是 或者不是 是 黄毛先生 我当时明确地告诉过陈山 二十秒之内 如果他能够逃出那个防空洞 他就能活命 他把飞行员留在里面 自己跑出来 你觉得这样 他还能继续在军统潜伏吗 可当时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处心积虑 把陈山埋在军统当一颗棋子 把陈山埋在军统当一颗棋子 谁 你最好祈祷他还活着 章黎 作为中共科的一员 这些东西 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 今天就算戴老板站在这里 我也会告诉他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你要是聪明点呢 我们俩都方便 你果然只是想要一个梯子牙 你的犯罪口供 都已经写好了 既然口供都写好了 既然口供都写好了 我说什么还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了 只要你指认 萧正国和乔渝 合谋杀害非虎队队员 我保证你没事 来 你先看看 来 你先看看 张黎啊 这男人啊 都不靠谱 为个不靠谱的男人丢了自己性命 不划算啊 来 签字 不是 重庆吧 有一道名菜叫麻辣掌中饱 材料就是鸡翠骨 骨吃起来嘎嘎脆 你 周海昌 还能卑鄙无耻到家了 你可以反悔啊 我给你反悔的机会 你不会有好下场呢 那就怪不得我喽 余医生 周海昌 余医生 余医生 谁想个忙 为什么不带脚铐 周海昌 医生 要不要脸 你怎么 谁放进来的 你出去出去出去 别在这儿违规 我就是要违规 我哪儿也不去 我今天就守着我李姐了 报告 科长 帮查现场所有人 分手 你守在那儿 李姐 你怎么样 干吗呢 赶紧给我李姐松绑啊 您别为难我呀 这我 我也不好 你 你给我 余医生 你别逼我对的动手 动啊 你动一个试试 余医生 我知道你怕事 锁述我开的跟你没关系 余医生 我真的很难做啊余医生 有什么难做的呀 赶紧去给我李姐拿药啊 不行啊 我 我不能离开这儿啊 这样 我给你出一个好办法 你从门外呢 把门给我锁上 那 那我锁门了 去啊 快去啊 快点 快去快回 我着急用药呢 快点 李姐 你没事吧 你要是再晚了A不晚 我可就会最瘦了 你可是我勾头换命的姐妹 她要是感动你 我跟她拼命 去吧 科长 现场已经清理完毕 没有发现肖正国和飞行员的尸体 没有发现 那也就是说没死咯 这是好事啊 要不然就咱们科那几个脑袋 不够带老板的摘的 现场有别的出口吗 没有 那就齐了怪了 这肖正国 那这帮飞行员是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是啊 我们可一直怎么能够守着 没看到他们出来 科长 这样 你把肖正国的照片 分发至军统的联络站和各大警察局 告诉他们肖正国 就是日点 肖正国 极其危险 抓捕过程当中如有反抗 击毙 是 那万一 飞行员跟他在一起呢 万一什么 保护人质啊 听好了 第一 抓捕日蝶 第二 解救人质 去吧 喂 老飞 是我 肖正国 你在哪里 飞行员呢 我跟飞行员在一起 我们已经脱离前境了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有伤在身 体力已经耗尽了 需要有人接应 把你现在的准确位置告诉我 佟家桥附近 你马上将飞行员 带到佟家桥的军统联络站去 在那里等待我的接应 好 什么 肖正国和那些飞行员 真的都还活着 千真万全 好 真是老天开眼哪 要不然 就算是代局长有心保我们 委员长也不会答应啊 事不宜迟 我想我现在就应该马上出发 去接应他们 好 你马上就去 对了 为了确保安全 这个消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我马上去向代局长汇报 轻视下一步的行动 是 谁 喂 肖正国 你都给我配合点 要想活命的话 让他们把枪放下 许多们 把枪放下 我肖正国不是日蝶 这是第二处内部纠纷 有人想要公报私仇 肖队长 我们相信你 你也别为难我们 也别为难我们组长 那是当然 你们回去 平时干什么就接着干什么 我保你们组长没事 不过现在 他得跟我走一趟 小说 我走了啊 伊队 olm 废书长好 队队 队队 废书长好 拿着军饷大牌 精神可驾 喂 废书长 找您呢 喂 是我 老飞 我和飞行员在他们那个叫黄斌的小组长家里 好 我马上到 好 你绑着他干什么呀 这肯定是周海潮公报私仇 甲传命令跟他们说我是日蝶 我这也是没办法只能把他绑了 走吧 我们先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是 李姐 你说你干吗用手刨那石头啊 就算救人心切 也不能把自己装成这样啊 怎么了 很疼吗 我轻点啊 不疼 小婉 我只是看不到有人待我这么好 谢谢你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 自家姐妹 说这些做什么呀 艾丽姐 你看见萧正国了吗 我干爹说派他去抓日蝶了 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 抓没抓到 该回来汇报一双了吧 小婉 嗯 当时 你知道萧正国牺牲了 再也回不来的时候 你心里难过吗 当时不是去你们家哭了一场吗 是啊 哭完之后 你就跑去跳舞了 当时要说难过呀 是有那么一点 我就想着 早知道他这么短命 我就不嫁给他了 我就不至于成寡妇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人 心里可能就没那么好过了 李姐 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个人了 要是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啊 心里肯定难过死了 我就想着 可能就跟他一块儿死了吧 干吗呀 李姐 你别哭了啊 不许哭啊 你这是干吗呀 你看你 别哭别哭别哭 你再哭我生气了 报告处长 真房科萧正国 带领神明飞行员平安返回 请处长指示 小科长辛苦了 那就说说 具体的经过吧 我带领飞行员进入防空洞之后 你要记得 你把那些飞行员 带进这个防空洞的时候 你一定要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一进这个防空洞 右手边的墙壁上 就有引线 拉了引线以后 二十秒之内 你必须要保证 逃出这个防空洞 一进这个防空洞 右手边的墙壁上 就有引线 不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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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炸弹 走走走走 定随 定随 快 不是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炸弹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炸弹 为什么不赶紧带飞行员 撤离防空洞呢 属下不能确定 既然这是事先预谋的行动 那么防空洞外 是否会有日底安排的狙击 进洞容易 出洞难 属下不敢冒险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是如何发现下水档井口的 对于我太太余小婉玉玺一事 属下一只心存疑虑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 我查看了宽人医院的图纸 不但发现了这个修了一半的防空洞 还发现了防空洞内有一处下水档井口 当时日积在轰炸 安全屋被埋了炸弹 我已知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这个防空洞 更何况还有下水档 作为最后的退路 郑国 郑国 论福大命大 这处理你要是称第二 无人可称第一 总算飞行员们 都有惊无险地回来了 那咱们就可以向代局长 有口交代了 是啊 郑国 这次行动 你可是立了大功 我一定会向代局长汇报 给你轻功 职责所在 不敢要过 你瞧瞧这年轻人哪 本分踏实 还不鞠躬 有前途啊 好 官处 乔宇咱们抓到了吗 还没有 毒药上有他的指纹 在爆炸之前 有人七眼看到他 点燃引线 乔宇的日谍身份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真是好手段 真是很可惜 此人无法为我挡过所用啊 那这事是否可以就此结案了 凭乔宇一个人 能掀得起那么大的浪花吗 他背后 一定有内阴 是我没有发现的 我听说 周海潮正在审问张力 是啊 他觉得张力也有嫌疑 对 官处 属下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郑国 当然可以讲 不管有什么想法 你们 都可以开诚不公地来跟我谈 啊 谢谢初作 属下认为 既然飞行员已经平安返回 那么此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才是对处理最有利的 怎么个大事化小法 乔宇一个人的确做不到所有的事情 但是医院鱼龙混杂 他完全可以事先安排人手混迹其中 而张力今天一早 才接到安排前往医院送药 在毒药仪式上 他绝无事先预谋的可能 除此之外 张力在医院所作所为 并无可疑之处 还有啊 咱们第二处 除了乔宇一个日蝶 已经够丢脸了 再出第二个 我觉得小准活说得有道理 至于飞行员一事 属下建议 应当全面对外封锁消息 小事化了 既不能让人知道飞行员还活着 也不能对外宣称飞行员一死 接着说 如果外界得知飞行员死于日蝶之手 固然可以让日方暂时消停 但是在民众看来 党国严防死守 依然挡不住日蝶的渗透 颜面何存呢 而万一飞行员还活着的消息走漏了 日方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穷追猛打 所以 只有让飞行员从此销声匿迹 才是最合适的 好 你的意见我了解了 不过这个事 恐怕我们处还说了不算 必须要请示代局长由上面定 属下明白 这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斗胆直言 供两位出场参考 行了啊 奔波了一天 受累了 先回去歇着吧 好 那我先告辞了 陈善深知自己的处境 只要荒莫为得知 飞虎队队云获救的消息 自己还有妹妹的性命都难保了 但此刻 陈善没有一丝的后悔 甚至心中生起了一份骄傲 一种深刻的使命感 让陈善热血沸腾 现在陈善最想要做的 就是要找到张力 告诉他这一切 告诉他自己还活着 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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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活着 按范链 想看 电火 你手怎么了 非诚把小婉担心 没有告诉他 你被压在房屋邓的事情 只是跟他说 你被派去抓日电了 明白 李姐 你没事了 官处已经下令放你出来了 萧正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处理 你没事吧 担心死我了 你怎么才会回来呢 你是不是抓到日迭了 还没 那 你是已经知道 官处下令放李姐了 所以比我来的还早 我不知道 老飞告诉我说 你跟李姐都在这儿 我就先过来看一眼 难怪呢 阿强 官处已经说了 要放李姐了 赶紧给我开门 我们要走 李姐 小婉 没事了 我们走吧 走 走了 回家 李姐 回去好好休息 什么都别想啊 萧正果 喝牛奶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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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萧科长走 走 你来一下我办公室 萧科长 还好吧 没事 找你 张力 我问你 飞行员全都活着吗 活着 冯大奎在书典交给日本人的 就是昨天那颗毒气弹 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那就要看戴局长 和建外员长 愿不愿意给我一条活路了 只有他们愿意隐瞒飞行员的消息 我才有机会在黄沫围面前 瞒天过海 否则的话 日本人知道飞行员没死 就是我死 你自己也收过 阎王爷不敢收你 张力 喂 郑光 你在办公室吗 在 我过了一趟 怎么说 飞行员的消息公布吗 他没说消息的事 就说过来找我 张力 你也在啊 是 回避一下 军装在吗 在呢 换上 好 那 那这飞行员的消息 进不进报 赶紧传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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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正 政华 好 这次嘉奖不变公开 只能这样秘密即兴 别去你了 没事 这样挺好的 文学院的消息不公开 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而且 我萧正国从来就不图须名 他们已经安全抵达秘密基地 这样就好 这次虽然对你的嘉奖不变公开 但是委员长和代局长 都对你赞予有加 假议时日 你必定前途无量 顺年没看走眼啊 这次又把周海潮的风都给抢了 他这会儿肯定气得鼻子走歪了吧 一次不成 还怪运气不好 接连失手那就是能力问题了 我看日后啊 关永山也不会再重用他了 卖的人说 说他是光绪年间的珍品 我也不懂啊 关初 您得鉴定鉴定 这是光绪 关初 关初 关于这个暗杀飞行员的事件吧 我想来想去 我都觉得 此事蹊跷啊 您看啊 这么短的时间 又是投毒又是放毒气 还卖炸弹 你说这乔宇得有多少个帮手 还有 到底是谁打这个电话 海桥 你对党国忠心耿耿 我是知道的 是 但是看问题吧 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 要有大剧关 关注教导 海巢铭记 这次刺杀飞玄的事件 性质恶劣 影响巨大 连委员长都情自过问了 所幸的是 这件事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此事 上头已经有定论 我等可谓 恶手成金啊 没错没错 是海巢 过于追求细节 所以啊 此事到此为止 无需再提 年轻人嘛 以后机会有的是 但是一定要懂得 韬光养晦 在局本部机关里工作 这很重要 明白 行 好 忙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都这样你也不嫌麻烦 陈山君 中国有句话叫做 聪明反辈 聪明误我 你以为你串通军筒那帮人 就能瞒过我吗 谁串通军筒啊 樱花看见你进了防空洞 直到爆炸发生 他们都一直守在外面 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既然你能活着 那那些飞行员也可以啊 行 不信我是吧 老子久死一生 帮你们弄死那些飞行员 你现在来怀疑我 来呀 逼着我呀 那个 那个 黄沫先生 你看啊 这个飞行员死了 然后萧科长安全回来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还有你 你引爆炸弹的时候 不知道我在洞里吗 好 那就说说 你是怎么私里逃生的 那天我按照跟乔宇的约定 把所有飞行员引到防空洞里 我给你 只差那么几秒钟 老子要是反应慢点 我现在已经是一堆烂肉 防空洞都炸塌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 幸亏爆炸的时候 有一个石板 在我身边支撑起了一个小空间 让我可以喘气 我在下面求救了很久 军统终于听见了 把我救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进去的所有飞行员都死了 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那那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所有的电台 报纸 却没有报道任何的消息呢 军统不是傻子 他们这么重重保护的 飞虎队队员 还是被我们杀掉了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别说是在他们飞虎队面前 无敌自容 黄毛先生 我插一句啊 这个 萧科长说得对 这个军统没有保护好 飞虎队队员 他没法跟飞虎队那边交代 他又怕飞虎队转过身来 跟共军合作 所以他不能对外宣布这个事啊 好 这次行动成功 你是功臣 但是你的搭档 好像并不在乎你的死活 你很希望他在人间消失吧 萧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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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生死 当时为了完成任务 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你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 那 那 还有 还有 要不是我 我事无巨细地给你提供情报 你能隐藏得这么好吗 你还在那 在军人俱乐部的时候 我要是不把中海潮 还有余小白给你调开的话 你哪有机会 跟黄埔先生见面呀 还有在防空洞 我已经告诉过你 导舍的方式了 校科长 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 我们必须不在乎同伴的性命 这也是一个军人的使命 如果我跟乔宇一样的话 我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非常好 谢谢 谢谢伯母先生 谢谢乔科长 不是 谢谢陈山 陈山 好兄弟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小夏 静泽将至 你先拿到兵工厂的分布图 就可以见他 不咬开 不咬开 咬开 不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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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岳医生 谢谢你 不远千里来到重庆 我也要感谢荒木君 给我机会 让我有机会来重庆 与我的母亲团聚 手术的事 您有把握吗 我曾经治愈过 与陈小姐情况相似的案例 所以还请荒木先生放心 对于这个手术 我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请您放心吧 那就多多拜托竹岳医生了 是 准备手术 怎么办 我能看见光明了 但我好像看不清你 我去把朱也叫来 黄母君你来了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黄浦江了 我们是要回上海了吗 我已经为你订好了船票 你先走 我和你的小哥哥稍后回来 为什么大家不一起走呢 朱也医生跟你一起走啊 你们到了上海之后 他会带你去日本 去日本 为什么 因为只有到了日本 接受更先进的治疗 你的眼睛才有可能 完全地恢复 我不想去 收拾一下东西吧 明天我让千田送你去码头 我能跟小哥哥通一次电话吗 万一小哥哥有什么危险 我会不会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穗哈哈 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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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